第十九章 山上宝睡 有一天,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山上 教导门徒福音 祂讲给那些门徒知道 要如何生活才快乐 以及如何才能够再一次 跟天父一起生活 耶稣教导他们的事情 也会令我们变得幸福快乐 耶稣叫我们应该温柔 由耐心,乐意服从天父 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 去保持正义 我们应该原谅那些伤害我们 或者令我们难过的人 我们如果宽恕他们 天父也会宽恕我们 我们应该令人和睦 爱人 帮助大家彼此相爱 我们不应该担心 去讲福音给人听 也不应该担心 让他们知道我们爱天父 其他人见到我们做好事 会令他们都相信神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都遵守承诺 就好像我们希望其他人对我们好 我们也应该对其他人好 耶稣说 我们如果做到这些事 就会很快乐 而且天父会祝福我们 我们将来就可以再和祂一切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